日前 新竹有民眾拍到一群國小學童騎腳踏車環島挑戰 不過呢 帶隊老師在經過了紅燈路口時 竟然指揮小朋友們快速通過 讓民眾看了捏拔冷汗 直說太危險 對此校方出面道歉 也強調會遵守規則 並留意交通安全 道路旁 豪敬領學童踩著腳踏車靠邊騎 後面還有校方車輛隨後跟上 看起來安全準備相當完備 只是沒想到經過路口紅燈時 前面這名疑似是帶隊老師的男子向後方招了招手 接著好幾輛腳踏車就這樣闖紅燈 其中一輛騎機車的帶隊人員也不管耗智闖了過去 我覺得這個行為是還滿危險的 對於這些小朋友是不是有一些比較不好的交通規則的示範 影片中的地點就在新竹新埔鎮的這處路口 募集民眾看了是捏拔冷汗 因為這段道路經常有交通意外 就擔心學生違規會發生危險 原來這是新北市某國小的畢業旅行 學校帶著學童騎車環島挑戰自我 沒想到卻因為疏忽 不小心違規了 校方對此也回應道歉 只是這樣的行為已經違法 恐怕將被依法開罰 不過罰錢是小 學生外出開心騎車挑戰 還是得要把交通安全擺第一 這十日前新竹報導